上天预警 紫禁城三大殿被天火烧毁 大明皇帝决定回迁南京 1421年农历正月初一 北京紫禁城正式启用时 朱棣在奉天殿 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 明朝称奉天殿 举行盛大朝会 庆祝北京紫禁城正式启用 朱棣志得一满 终于彻底完成了迁都北京的壮举 不料1421年下四月 刚落成三个多月的紫禁城三大殿 被雷电击中烧毁 在古代 皇帝自己也号称是奉天成运的天子 这天将大火烧毁王朝最重要的建筑 是不是上天预警 欲是明成祖 朱棣得行有亏 所作所为为老天不容 天下舆论汹汹 有说就不应该迁都北京 这肯定是太祖皇帝发火了 有说朱棣命正和下西洋 耗费百姓民之民高 有说朱棣多次北征 穷兵独武 皇帝朱棣强大的内心 也受到重大打击 不得以下罪己诏 上天垂戒 镇慎京剧 不遑自安 众所周知 朱棣的位不正 发动静难之意 从侄子建文皇帝手中 夺取了政权 登基之初 只能待在原来的都城南京 但是南京处处是他老爸朱元璋 和哲朱允文的印记 朱棣在南京 怎么想怎么不舒服 所以朱棣一直筹划 将京城从南京前往北京 可是当时的北平 远不如地处江南的南京繁华安逸 朝廷大臣们自然不想前往北平 动议过程争议纷纷 朱棣罢免 延成了诸多强烈反对迁都的大臣 强行决定启动迁都准备 从公元1406年 永乐四年润七月 朱棣下诏 以南京皇宫为蓝本 兴建北平 皇宫开始 到1420年12月 紫禁城正式建成 经历了14年之久 耗费银钱无数 朱棣终于达成了迁都北京的目的 北京天气晴朗舒适 再无南京的种种困扰 朱棣的日子过得树心顺畅 但不料或从天降 一切都被这场不期而至的天火所改变 朱棣是真的害怕了 朱棣在起火当天 就前往太庙和社稷坛祭祀 在此后的数年内 继续反复不停地陈情宗庙 向明太祖朱元璋的在天之灵诉说委屈 大火天降的第三天 朱棣发布诏书 征求百官的意见 请大家指出正式的失误之处 乃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 奉天等三殿灾 镇兴皇聚莫知所措 而文武群臣受镇委任 修妻是同 镇所行国有不当 一条臣无隐 数图圈改 以回天意 大臣们纷纷纷上书提意见 亦是舆论汹汹 纷纷反对朱棣迁都 北征下西洋的诸多做法 特别是户部主事萧乙 他从天人感应 灾疫说的角度 认为雷火击中三大殿 是对朱棣迁都的警告 萧乙还说 北京先后作为金元的首都 国运不过百年 实在不宜作为都城 朱棣看后 勃然大怒 将萧乙下狱 凌迟处死 一怒之下 朱棣干脆将那些 上书提意见的大臣 一律治罪 高压之下 再无人敢说迁都的是非 但是朱棣直到死 也没有提议重修三大殿 从此 紫禁城汉白玉高台之上 原三大殿位置空空如也 朱棣死后 其长子朱高赤即位 朱高赤从小在南京长大 当父亲北征蒙古时 他长期在南京担任监国 熟悉江南的草木茂盛 怀念秦淮河的繁华舞边 朱高赤即位五个月后 即准备还都南京 委派太子朱瞻基 去南京修缮皇宫 为还都南京做准备 朱高赤还下旨 把北京的官府改为行载 这就是把北京的各个官署 当作临时机构 为迁都做准备 倘若朱高赤能够在位时间长一些 大明王朝就将还都南京 北京未来几百年 首都的历史就不存在了 中国政治版图将难以江南 然而不久之后 身材肥瘦的朱高赤 猝死于紫禁城中 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 还不到一年 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 从他内心来说 并不想还都南京 还有考虑王朝统治稳固的需要 再加上登基 一使他面临两个叔叔造反的威胁 平定叛乱后 又恰逢南京频繁发生地震 因此回迁南京就拖了下来 但因为朱高赤有正式圣旨 还都南京 以及把北京改为形在 作为儿子的朱瞻基 也不好直接违背父亲的圣旨 于是 明宣宗朱瞻基 一直也没有重修三大殿 大明朝这时名义上首都还是南京 但是皇帝一直待在北京 一直到明英宗朱祁镇登基 大明朝在北京的统治 已经十分稳固了 于是正式确定北京为都城 重建三大殿的计划被提上了日程 从英宗登基的正统元年 公元1436年到正统七年 朝廷完成了三大殿 奉天殿 华盖殿 锦身殿的修建 此后 紫禁城又多次发生大火 最大的两次事 1557年 嘉靖36年 前三殿 奉天门 文武楼五门全部被焚毁 1597年农历6月19日 紫禁城内火光滔天 起因不明的大火 从金水桥西侧的西河门 骤然腾起 蔓延至皇城中央的皇级 中级 剑级三大殿 狂风裹挟着烈焰 卷成几丈高的火蛇 但凡舔到木制结构的楼塘功宣 就迅速燃起一片火海 乌瓦在火中霹雳啪啦的爆炸 如冰雹般满天纷飞 这场发生在万历25年的皇城大火 席卷了半个紫禁城 除了三大殿 全部被复制一巨外 黄吉门 金太河门 及其两侧的耶门全部焚毁 群臣早朝广场两侧的文昭五城二阁 连着廊坊一起 被烧成了灰烬 自耶门内 直抵前清宫门 以往荒凉 只有五门 因为隔了条金水河 才幸免于难 明朝紫禁城五星属火 从建成到冥王的230年间 发生过47起火灾 平均五年一次 而在这次大火的九个月前 乾清宫和昆宁宫也毁于火灾 整条皇城的中轴线都给烧没了 三大殿起火的1597年 实属多事之秋 这一年 日本的封臣秀吉调动12万大军 兵发八路杀本朝鲜 波州的杨应龙出尔反尔 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和湖广 朝堂之上 刑部又侍郎谢杰 执剑神宗杰用不如初 秦政不如初 刑部左侍郎吕坤 更是直言 朝廷摊派过重 民不聊生 在这种艰难局面下 万历皇帝仍然重启三大殿的建设 此时的大明财政 皇室费用 官奉支出 军费弥号等日常开支 已相当庞大 如何筹措三大殿的巨额修建费用 成了一桩难事 1627年 三座大殿才陆续重新建成 此时 明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17年后 大明王朝黯然离开了历史舞台 1597年的那场紫禁城大火 烧出了这个王朝的宿命和循环 三大殿几十年的重修 耗费钱财亿万 激起民怨无数 而李自成最后在撤离北京时 又把这三座 1500万两白银建成的大殿 给一把火烧了